《玩具TV》第31季第11集 叫做《埋齋》 今次要介绍的就是《千值年》 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套动画 是不是买了? 买了,真的买了 除非他够姜出了装甲服 你够姜出,我够姜入 说回,用生命来换取的变身 坦白说,如果大家有追开这套东西 都知道弟弟真的不够哥哥 但是弟弟想把自己的实力贴近大哥 就是把自己的生命燃烧 基本上变成这个… 是否人物道Takiman 他总是有些东西要牺牲 哥哥,Dboy就是记忆 弟弟生命的 所以变成了他换换这个Blast Platform之后 就真的只能变一次 我没有记错 因为我真的靠记忆的 如果有错请更正 差不多大结局那时候 是不是OVA呢? 还是剧场版呢? 因为我好像没有记错的话 是电视没有做到大结局 有错请更正 我真的靠记性而已 就能燃烧尽自己的生命才可以变成这个形态 就和哥哥只抽 用不着 也就说完了 真是说说一只东西 非常之简单 因为本身就着这次Blast Platform 弟弟他不多配件 他的卖点就是型 就是可动性 因为本身大家有留意 特别是圆画 他画到那种三尖八角 我相信若干年前 或者刚刚做完一套剧的时候 他没有可能做到这些尖銳的造型 其实现在过往的成品或者模型 你真的看到千世年 今次在外形上那些三尖八角 和那些关节上高 的确是有他优胜的地方 或者我转一个圈 因为坦白说 这个东西你陷入出来之后 你见完他这麽精彩的造型 真的可以将剧里面的比例和感觉 120%去表达出来 他是真的做到的 当然之前推出的D-boy 即是Takamon的Blaster Form 亦都做到这个效果 而他弟弟这个完全打側看 是有一种龙的气势 这个很漂亮 尤其是将开肩部的位置 打开了真的好 其实也有一句 我真的没玩过 阿迪你扭完之后有什麽感觉 我扭完之后也很小心 我怕整花得多 因为我是一个超级究极的验尸官 但是佩服他 每一个关节 尾的关节 每一个都是独蓝肉 我们先脱他出来 这麽漂亮的姿势 大家看完之后 都想一些细节目 看一看 刚刚刚阿迪都介绍完 在介绍完 在介绍一条尾 后面这一组 我先叫奇 你会见到 神经 每一节都是晓玉 尾部的 尾部有七节 尾部有七节 像响尾蛇 最尾部用了渐变 由深默绿色到金属绿 每一节的松紧度都刚好 如果你有摆放得好 可以成为你第三只脚 帮助你平衡 多一句 我永远试换句 鬆不鬆 不要介意 你这一节就差了些 始终你是靠这个关节 是波装来的 去承托整条尾部的重 变了我觉得 其实唯一相对比较松的 最瘦名是这个 这一节 可能是保强一点 我想是拔 因为它是一拔得出的 到其实加一点指甲油 在上面尾部 弄厚它就可以了 现在市面上 也有一些关节保强 筆翼 都是十多元 这些钱要付 上顶尖刺位 它有一个像夹夹的 是 这个也可以 大家玩的时候 小心 因为就是设计关系 这是一个优点 但是真的会惨到手 所以玩的时候 留意之余 千万不要跌 一跌一崩 整件事就收皮 为了方便玩 整个抽尾 抽出来就可以了 那些T字 背部插进去 好像装甲骑兵 向上面卡进去 这个T字 都是在槽上移出来就可以了 都很舒服 好 扭一下东西 我没有扭过 所以有一支新鲜感 玩一个屁股装甲 看到本身分了 其实是 我这样看 希望看到 它分了两节 变成 移动的时候 可以在 臂部位 直接移动 尾甲位 直接移动 移动的 移动 因为这个弧度 设计 绝对不会对 脚或 宽关节 有任何影响 屁股也说 有一个位置 可以轻轻移动 少少 安全 头 头 都是向前向后 好尖 小心 因为很多角 有机会 好像三一 撞到自己的头 我近一点 你会见到 其实它的头的造型 除了本身 颈部有一条 玻璃之外 它在这里 亦都分了两节的可动 变成它低头 和 摄向上 都有一个比较大的幅度 但是重点 大家动的时候 哎呀 哎呀 跌一只手 记住 留意 特别是最底 那一节的 红色 耳朵位 有机会是会 撞到 它的肩甲位 所以 小心一点 那在这个 后尾枕 亦都 做了一个 揭起的可动 令到它的头 向上 那时 相对 不会造成 有什么大影响 还有 鴿甲就会随着你 向上 那时 就会补回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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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自己玩 我都很担心 有机会这位会撞到 因为它真的很多尖锐位 那 肩头 哇 你会见到 白色 这是一个球形关节 是比你前后上下 这样移动的 前面再加一个 轴 就是前后移动 简单地说 这个白色 就是一件组件 一个波装位 就可以移动所有关节 它那个位置都是没有上色的 应该玩上来就应该不会刮花 是的 另外 臂肩甲前面这个红色位 亦都有一些 微量的可动 令到它 不会对于 动 特别是上臂动的时候 有什么干涉 是 精彩的地方 肩膀 可以收起来 再打开 这个连动也很棒 打开了就真的很漂亮 是 我以为你可以拔出来 像个蟹翔 像个蟹翔 但它好像是 放它最强的 blaster 模式 才会抹开 当然 其他就是一些基本东西 上臂的横切 手臂的蝴蝶关节 当然 千蟹链的可动 大家都不需要担心 手腕都是基本东西 我不多说了 现在大腿已经是拔下来的状态 已经增加了它的可动 腰 我先教肩脚 先教肩脚 先教肩脚 很惨手 大家都玩的时候 要小心一点 首先 有一个魔龙的造型 的胸口 是 我尽量 拉起手 等大家看 其实本身 你说的 腰的可动 左右 是靠上面 胸口和腰的关节 而前后的摆幅 便会靠蝴蝶和腰的波综 左右都是 因为本身蝴蝶的设计 比较难拍到 但他预了很多空间 便会靠这些空间位 用来做相对的可动 当然 因为设计的关系 根本就不需要担心任何的 向前踢腿的妨碍 是不会有任何东西阻止 提到一次 大腿这个位置 是一个拉下的关节 增加了可动 你推上去 那个造型就会好些 嗯 石头哥的练动 这个就好玩了 我再移动一次给大家看 很漂亮 真是 肯定很害怕 上高这个架 会碰到这个 谁不知他又不会 对啊 真是厉害 但他自己摺了下去 然后很漂亮 大表位 刚好 鬼虎神功 所以这个造型 加上这个可动 真是很漂亮 脚腕 其实已经分了很多件 垂直望的话 左右的摆幅 因为本身它这个 叫脚腕的位置 这个 空间相对都比较多 所以变成左右摆幅都比较大 他说这个可以拔下来 应该可以拔下来 增加可动 这里 试试行不行 还是我已经拔下了 我怕扭脱 不要理 好 好 前脚腕 打側体会清楚一点 哇 哇 后腕 反而后面是不可动的 嗯 前面这一节可动得离谱 好 但是你开着玩这些东西都很危险 很尖 很薄 很幼 但是都安全的 都安全的 对了 所以其实这一件东西的可动 都真是挺可怕 那么多一句 玩这个宇宙骑士 玩这个Takiman 玩可动是非常棒的 因为始终有很多不少的厂 都 争相地出这个宇宙骑士 那么千腕 在今次他们这个版本 在造型和可动方面 亦都无可否认地 在整个不同厂来说 都是 挺出色的 阿迪 另外有没有什么补充 他另外还有一些不同的手型 可以看回这里 他有一对平手 有一对章手 另外握武器的手 也有一对 当然有他这个专属的武器 哇 正 他的掌色都很漂亮 都是那句 坊间有不少这个Takiman的选择 有模型 有成品 有便宜有贵 但他是属于贵的那一款 那你问我这个价钱 我完全不觉得是有问题 因为他真的值这个价 多少钱 不记得了 是不是千多元 千多吧 千多吧 千多元 但是 有师兄说1450 那还可以 差不多了 不用说了 你整班有钱人 千值年 你叫得千值年 千切身 没错 不知还会不会有其他这个宇宙骑士的产品 所以变成了 进入这一款 某程度上 我自己觉得都应该不会再出装甲服了 这个系列你就收工了 对了 难道他出壁加斯吗 你猜他怎么出呢 我觉得 机会很小 我就期待Sky Studio那只壁加斯的 嗯